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4-2318-6789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爱的选择 祝您早日脱单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男嘉宾啊 大个儿啊 叔叔 你个儿一半 而且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叔叔呢挺受阿姨们喜欢 有啥说啥 是 我执行 执行了 那执行的人来选一下吧 您第二位约会女嘉宾想选谁 4号啊 4号啊 来吧 冲犯的感觉一下 12号吃 咱们先看看啊 4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我们4号女嘉宾之前就说了 她喜欢旅游 我也喜欢旅游 这生活照也放的是旅游的照片 来吧 咱请出我们4号女嘉宾登场 我是4号女嘉宾 我热爱生活 那个爱旅游 我希望找一个能跟我一起走遍祖国大号上河的一个伴儿 嗯 好 欢迎您 来 叔叔 俩认识一下 哎呀 你挠头呢 啥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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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她俩这结果不计较了 您平常跟这个异性接触的多吗 接触没有 像我们男嘉宾这种您觉得是属于这种什么类型 是属于幽默型 可爱型 帅气型 还是这个 讨厌型 是属于什么型 比较阳光型 阳光型 好词 好词 加十分 加十分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女嘉宾的这个生活中短片 您再打分 好吗 来 咱看一下大评词 1991号 尹女士55岁 沈阳人 企业退休 离异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 退休后我到处打拱 到处留 我就是到处打拱 我这个人比较好玩 然后走到哪里 我就先找个拱住 挣足了一些费用 然后我在这地方留着玩 我是一个爽朗 大仿 外乡的人 只要跟我相处过 都喜欢跟我交朋友 未来找一个跟我一样性格开朗 能包容 踏实一点 过日子的 如果你喜欢我就来爱学校教育 这个短片里边足够看出来 您为什么要拿一张旅游的照片当成是老照片了 就是爱溜的 是爱生活 人家说爱溜的见过 就是正常我在一个城市是固定的生活 然后我旅游呢 我不管我走到哪儿去是属于发射性的 最终我还要回到这个地方 您不是 赶着溜的赶着生活 对 一般都是找能自己能做的 喜欢做的工作 收入还可以的 考虑多方面 然后一边打工我就可以查了 这个地方有什么美食 有什么可以去看的 有什么历史文化 往上那个溜的溜的 往上看一看 拍拍照片 往上做生活的一个片段吧 一个积累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城市体验生活 会体验多长时间 一般我现在好像是去的地方 长的可能是就一两年 短的可能就是几个月吧 那你打工得干什么工作才能支持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呢 做个后厨主管 我那个在管理处 就是在那个保洁的队里的团队里带过队 我还也做过后厨的那个主食堂 做那个小厨师吧 而且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 以前男人最丑的是说去哪啊 你订吧 就媳妇一般说你订吧 最后还不满意 那是不是你未来老公跟你在一起旅游的话 基本攻略都可以你来做了 可以吗 可以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很省心呢 其实您是属于自己家生活全都没耽误 对 是吧 还给孩子买了房子 自己还在为海治了套房子 对 然后现在还过来找老伴来了 你知不知道那种人是有超强的意志力 而且是超强的生存能力 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女人如果达到这个状态是很迷人的 了解完我们女嘉宾之后 男嘉宾有点懵了 哎呀 这个是电视里边的人怎么走到我的生活当中来了 像电影一样 是啊 一闪 一闪一闪 一闪一闪